第一次到越南 我到越南以後 我在越南做了很多的調查跟考察 從文化風俗 生活習性包括思想觀念 其實通通一樣 跟我們都一樣 通通一樣 我想講一個 那照理說跟我們更一樣的是中國 有很多華人 沒有那回事 台灣在風俗文化上 最像的是越南 不是跟中國 怎麼會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 中華文化已經被消滅掉 已經被消滅掉了 我現在講 在外面 你沒有生女兒 我們平民做館 你沒有生女兒 你沒有家人 跟我們一起倒上吃飯 以前台灣都一樣 中男輕女 都一樣 這麼嚴重喔 你就差一家 你就差一家 是越南的華人 沒有 越南人 其實它在80%以上 在風俗民情 跟台灣都一樣 幾年幾節 我們的喪心 喪心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分傷習性 完全一樣 很多外媒問我 因為我對這塊 我是蠻涉論蠻深的 因為我一直在研究 國際分野 他們問我 他們到分傷習性 要怎樣 我問你在外面 怎樣就怎樣 跌嘛 照常跌下去 在那裡有什麼事 完全都一樣 跟我們台灣完全都一樣 分傷習性 都一樣 過年過節 都一樣 好 在思想文化的思想觀念裡面 來講 像我剛才說的 你沒有生女兒 你就不能坐牢 但是有一個 但沒有一個差異存在 也就是說 外南的風修裡面 我們台灣人來講 新撥拿錢的後頭出 是見交代 但是外南一直 大家都說越南是母系社會 越南不是母系社會 但是越南的女性 是經濟的供應者 對 早餐嫁出去之後 他照常要拿錢的後頭出 像我們公司 一國外國百貨美金 他們也是要拿30、50塊 你這是要說比較大聲 有人 很多外南的新住民嫁來台灣 他們的風修是要拿錢回去的 這邊的婆婆就會覺得說 你都支援娘家 其實這是誤會人家 現在就外南是母 最少沒關係 你要讓牠拿回去 那是牠的習慣 你不要說 我們家 我剛才講話 我們家正常 自己有三個家 我們老夫 要拿米給阿嬤、母阿嬤 就要頭頭搖搖搖搖 就要頭搖搖搖搖 因為我現在要60歲了 但沒那麼老 我們老夫要拿米 自己煮的米 要拿回去就不能讓我們阿嬤知道 在六港而已 都說在中華在六港而已 這是我們的文化 所以 大家都說外南新婦來這裡就是 來這裡只要拿錢回去 怎麼就怎麼樣 他們是不文化 他們是母系社會 所以一家第一名是母系 大多數母系 可是他們在工作賺錢的大多數是女性 大多數是女性 那男生都在做什麼 男生 這個跟戰爭有關係 其實要形成母系社會裡面 他是可能要灌母性 或者是紅酒 但越南社會通通沒有 但因為戰爭的關係 男人去打仗嘛 打幾百年了嘛 所以女性要在家裡 撐起來 撐起來 公婆、教育小孩 賺錢、種田這東西 就是一百多年來文化行人這種行為 你嫌到他男生都在休息 所以我經常說 台灣的女生都是比較無法 送去外南做 這樣 女生在外南做事 我一定聽那個 我聽那個 我在越南就看到 因為我去順化 也去很多鄉下 男生都在街邊的樹下在聊天 都是喔 菜枝裡面都是女生在做這樣 他怎麼做事 我做 我就是 我就是 喝咖啡、喝酒 沒有去賺錢 就要拿錢出來 餐年市場也都在家裡做 餐年市場也都在家裡做 餐年市場也在家裡做 所以 公公的任務就是扶植生而已 但是 越南的這個 有啦,他也有做一些 我去算 我去喝咖啡啊 我去喝咖啡啊 就說那種 他可能也有去田裡面做一點 可是他的工作就做完了 剩下都是女人的事情 所以蔡哥講的很重要耶 其實我沒有那麼了解 原來 經濟的責任重擔是在女生身上 沒錯 男生有賺有沒賺 但沒賺也不會有什麼壓力 女生一定要賺 他很高級耶 那是很高級 他可以自己喝咖啡 怎麼都不高級 但是他不會貼在頭上 對他 不好 不中 所以我經常說 這幾個 過年十分那時候很麻煩 很會吃醋 你走路 隨便看兩隻 你回家 你會瘋子 你會瘋子 你瘋子 很會吃醋 因為對你是 全新的付出 對啊 那是不能這樣做 所以我經常說 台灣的男朋友 我們帶十萬的這個過年媳婦 其實來說 我們真的不了解 我拼生拼死 為了這個雞 你每天去喝咖啡 我也給你錢 我也給你錢 對 跟10朋友開工 對 結果你又出你幫我亂來 要講錢 這樣就有道理了 而且是全部的人支持這個女人對不對 全部的人支持 如果這個男人背叛的話 大家是支持這個女人的嗎 其實這也很不公平耶 反而沒有啊 我來的社會來說 讓人日本的女兒叫做派女兒 我走了 對 這要辦 我先離開一下 你不一樣 不是 這個是社會不公平的地方 我本來 你本來要請我去越南玩 我不要去了 這是不公平的地方 你又沒乖就給你送你了 所以 你也有感覺 我們以前古的社會就是這樣 外南的女兒 怎麼說實際上也很不公平的 也很不公平的 我不要去越南 我不要去越南 你不要去 因為他的方向要去改 他們沒有進步 台商在那裡 你們的娛樂是什麼 其實我們外南的台商 我是覺得我們比中國大陸更好 因為我們在那裡來說 比較少 有這個 高爾夫球隊 有網球隊 有羽毛球隊 都台商大家 大家這樣 利用家樂 你們那裡比較沒像 中國的包恩來這麼多 對 這點來說 我是 其實有待 不要挑戰人性的東西 好不好 對 我都比例什麼 比例什麼 你剛才說到這樣 這樣這個什麼 去雨仙人 現在還需要米秋 台商在外南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我們的生活 有比中國更正常 有比正常 但是有這點就是很可笑 就是說 大家可能看齊的習慣 因為我經常說 我們要去藉手的島主 我們要去研究 要去了解 所以 像我鵬魚 我剛才有帶一些小學 其實來說 我們台灣對越南的學術研究 其實我們做很多 他送書給我了解 越南女性嘛 越南女性嘛 沒有 越南啦 但其實我們台灣對越南來講 我們有很多的 聽言論 我們要去學學的地方 因為我很棒 我經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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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經常說 其實就是我們古老的 古老的明南語 很多 像他們講的 謝謝就是感恩 就是感恩的意思 感恩 然後他們的發音在 在那個 鼻腔跟前二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發音的位子 跟我們不太一樣 你去 你去中國 你如果說 看嘉義的一個女孩 你要叫他 反正中文嘛對不對 你去到那裡 那裡 你要叫那些女孩 你語言不通 你要怎麼叫 這要怎麼說 他剛來地球嗎 誰說追你還是要語言 你出去的目標 越南人跟中國人的價值觀 有不一樣嗎 越南人比較浪漫 越南人比較浪漫 那中國人比較解釋 中國人我 不清楚 因為我這幾年發現 中國發現 我發現中國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他的文化不見了 中國的文化不見了 然後中國在宗教信仰裡面 也出了問題 對 因為他這一塊被壓制那麼久了 可是人其實 在一時溫飽之後 其實要很多的追求的 我剛才說 我們台中 因為這次 緩中的時間以後 我們台中有很多思考方式 其實說你外南 其實這次我從外南看過 他的政治太肯定了 他的建物太高了 我再補充一下 今天我是 我是抄那個蘋果日報的社論 他說 中國信仰什麼 你知道嗎 中國信仰 自由不能吃 不能當飯吃 人權不能當飯吃 道德不能當飯吃 價值不能當飯吃 民主不能當飯吃 民主不能當飯吃講兩遍 他們一直在挑戰台灣的民主 是一種非常有缺點的民主 所以我們的經濟才會一直往下走 所以有人 大生理人就跟這個話聽一下 信奉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信仰 那種東西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他們一直認為說 十三億人口怎麼民主 你來試試看民主 沒有那個 因為韓韓寫這一動 他最後有一句最經典 這一定要跟觀眾朋友說 他說 如果以上那些都不能當飯吃 人跟豬沒什麼兩樣 最後豬就被別人當飯吃 來 先休息進行 就是中國很有名一個網路作家 韓韓寫 好 你教我們怎麼唸 我只會唸最後兩個字 你教我們怎麼唸 我唸最後兩個字 我唸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的意思 台灣 台灣叫台鑾喔 台鑾 來鑾啦 這個喔 有那個越南人告訴我們說 這個文法用錯 文法用錯 文法用錯 意思一樣但是文法用錯 沒有人不會這樣說 所以說這張 那實際上誰給的 外交部的 外交部 那外交部沒有去找董月 我們外交部有沒有董越南話的 當然有啊 怎麼會印成這個樣子 這個這一張本來是要變保命符 現在變催命符 為什麼呢 第一個 兩個部分 第一個 當藝人在抗議的時候 你把這張拿出來 群群激憤的 民族主義在作祟的時候 你國內的文法用錯去 你就藐視我們的文化 對不對 再增加它的憤怒 當在抗議的時候 你這個拿出來 你喔 再來就是說 外南對國民學校 郵定行跟國中台行 所有的教科士都說 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都說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你還拿出來說 我就是台灣人 台灣就中國的部分 那不是變成催命符嗎 因為外交部現在說 欸 這個是台商叫我們做的啊 沒有人在台商會長說沒有啊 現在他知道說這個 這個被民主被批評以後 他就說這是台商做的 台商做的